新的一年剛開始 澎湖吐托魚魚貨量大豐收 有船主說這是十年來 捕到最多的一次 天還沒亮 澎湖的漁工就趕著 將捕獲的吐托魚 從船上搬回港邊 新的一年才剛開始 魚貨就滿載而歸 船主自然是沒開眼笑 捕到最多的河順發漁船 船主開心的表情 藏不住 因為這是十年來 捕到最多的一次 有很高興嗎 抓那麼多 有啦 抓了十年第一次 員工都買有 連都獎金當然有啊 抓這麼好 一萬多位的土多魚進港 讓連日居高不下的魚價 逐漸平穩 五公斤以下體型的魚類 每公斤350元 下沙島200多元 很便宜啊 200多而已啦 200塊是幾斤的 五公斤的啦 魚貨量大豐收 魚命們最感謝老天爺 賞飯吃 卸下魚貨後 船主們趕著再出海 要趁著好天氣 多抓一點 也多賺一點 讓大家過個好年 連日報許玉娟 澎湖報導 有啦 有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